从哪儿来的 你们进了那个老宅 我们只是想帮文轩查清他母亲的身世 您是不是想用那枚圣果复活曾淑雅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们吧 当时我杀了真的上官清后 就把曾淑雅和小蝶放在一起 想将来等拿到圣果后 将他们复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事情就是这样 看来是文轩误会你了 看来是文轩误会你了 还让你们参与其中 那你为什么不赶紧用那枚圣果 复活 曾淑雅 上次救小蝶失败 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小心点 我想等我功力恢复以后 再用青囊树 加上圣果的灵力 来复活舒雅 文轩种福灵草的时候 您为什么不救她 当时文轩很冲动 我给她输入灵力的时候 被她赶了出来 我本打算等她冷静以后 再回来救她 没想到 你已经度饮了福灵草 这种福灵草 每度饮一次 就会多一份凶险 现在 天瑶为了救你 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种女 你要好好珍惜 你 听见了吧 woman 让你好好珍惜 她 痾 疼 她 疼 疼 疼 好 疼 she would 娘 孩儿不孝 您走得不明不白 我也没能替您查出真相 孩儿发誓 一定会替您报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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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水 娘 杀你的这个污蔑人 到底是谁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那个人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别提了 我们先回去 回家吧 我等你们很久了 你想干什么 杀了你 你 阿清 爹 爹 爹 闻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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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安清 你没事吧 闻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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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怎么样 阿晴 你没事吧 闻轩 你先带书母回去吧 我给叔叔聊一下伤 阿晴 那多谢你了 星辰 阿晴 你小心啊 好 娘 放心吧 叔叔 这个伤好得差不多了 但回去还要再处理一下 星辰 希望你对今天的事能保守秘密 放心吧 叔叔 我不会说出去的 叔叔 说母亲人已经复活了 看什么气啊 上次复活小爹本来是可以的 但是我意外发现 她体内有颗钉子 一定是有人阻止我复活小爹 叔叔 我倒不是想劝你什么 但叔母既然已经复活了 好好跟她过日子不是挺好的吗 我和曾树衙只是有名无实 表面上的夫妻而已 那个尚官卿 他吃喝嫖赌 无所不为 还滥杀六婴 所以我就为民除害 却发现她是一个政府官员 所以我就利用她的身份 掩护我自己 等有机会再去复活小爹 没想到 曾树衙复活了 小爹 永远回不来了 原来你不是我的亲身父亲 没错 可是如果没有她 我跟你 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